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俄罗斯姑娘名叫沃尔格尔 今年31岁 他不远千里来到成都 跟随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胡又平学习针灸 沃尔格尔曾是俄罗斯国立医科大学医学专业的一名博士生 就职于莫斯科一家公立医院的神经外科 去年5月 他来成都参加了一个月的中医培训 便深深地迷上了这门中国传统医学 今年他再次来到了成都 成为了成都中医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针灸专业的一名学生 中医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伟大的包库的话 丰富的也就是文化遗产 医学遗产或者什么都可以 那么针灸就是这个包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民族 在我们贵类的话 中贵贵类的话 针灸治疗的疾病应该是伤悲重 手上呢 比如说火骨 火骨血它也可以 比如说你有感冒 有点轻微的伤风 你可以按下火骨血 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针灸是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 通过针刺手法对人体的特定部位 也就是穴位进行刺激 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中医界有句俗话叫 无鼠不成医 无穿不成药 2012年 考古学家在成都老关山汉墓的一次重大考古发掘 让人诚服于古代成都人的智慧 我们将来看到一个人的神经典 有个人的蚊子 有个人的肩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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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肩膳 还有肩膳 肩膳 有个人的肩膳 4厘米造型奇特的精学修器人像 它是迄今为止 中国发现的最完整的 精学人体医学模型 它和一同出土的经脉医书一起 证明了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西汉早期 成都的中医针灸学 就已经形成了较完备的理论体系 千百年来 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地区 凭借着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 与地质地貌 享有中医之乡 中药之空 穿背 穿胸 穿黄脸等 在今天的程度 中医的传承者们 用深厚的中医学识 精湛的医术 救死扶伤 汇泽民胜 脾胃功能不好 党生时刻 复林三十 草白处是我 橙骑是我 这位正在给病人开药方的 是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马列光 马教授四十年来 潜心钻研中医剧作 《皇帝内经》 擅长治疗 咳喘 肺胀 等呼吸系统疾病 在中医养生学方面 更是造诣匪浅 他还是第一个 在联合国总部发布 世界养生宣言的中国人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 我觉得中医的养生 这个文化 是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都非常重视 非常看好的 唐代 成都人鬼音 撰写了我国第一部 妇科专著《禅宝》 北宋明医 成都华阳人唐慎威所著 《京史正类本草》 即宋代以前药物之大成 中国医学著作 《本草纲目》的撰写 也是以此书为基础和蓝本 清代 成都彭县唐宗海的《血正论》 中西汇通医经经益 更是开启了 中西医结合的先河 这是我主编的养生杂志 你看这我信手拿了一本 就我今天给你们讲 讲的中医养生学 双语教材 国外的留学生 他们来成都来全国学习 全国都用这个教材 马列光教授所在成都 中医药大学 1956年成立于 中医药文化底蕴深厚的成都 是中国最早的 四所中医药高等院校之一 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中医药人才 从1996年开始 成都中医药大学 接收和培养了 来自德国 法国 英国 美国 等35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 马教授指导过的外国学生 也已遍布世界各地 这里面有些好多学生 以前都是我们教过的 那么这些学生来讲 现在有的在国际上 已经是有点多领风烧了 在成都求学的外国留学生 很多人毕业后 都回到了自己的国家 用在成都所学到的中医技艺 治病救人 也有的人选择留在成都 继续汲取中医学的精髓 延续与成都的缘分 中医生的精髓 花椒 花椒它是性性 它温性 日性的 它可以去食 去寒 还有薄荷的 我们用它们的 主要就是考虑到它们的方向作用 还有干酱 干酱特别好的一味药 我们就把它放在中间吧 它可以不脾胃的氧气 它可以去肠胃里面的食气 这位说一口流利中文 对中药特性了然于胸的外国人 是来自法国的阿贝勒 他与中医的不解之缘 要从21年前说起 小的时候带了一个中二眼 一个婆婆给我拯救了 当时体会过这个特别的疗骁 我就觉得很生气的 然后我看来 本来我的胞儿多痛了 它就给我扎手 扎胶了 觉得很生气的一个疗法 就是第一个原因 为什么我是想学拯救的 当时 小时候扎针灸的体验 让中医就像一颗种子 深深埋进了阿贝勒心里 长大以后 他去到了瑞士的日内瓦 同时在当地两所高校学中医 虽然长进不小 但阿贝勒最后还是来到了中国 在中医技艺精湛 文化底蕴深厚的成都 一边学汉语 一边继续深造 刚刚给这边病人摸卖了 他肠胃不太好 肚子肚子越大胀越大痛 它的脉又在那个做脉 灌脉有点筋 它的感和胃的气不太顺 我们会扎一些血维 治疗一些疾病 2015年阿贝勒从成都中医药大学 博士毕业 也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城市 他娶了一个成都妻子 在成都温江开了一家诊所 不仅为当地人看病 也有很多外国人慕名而来 I've had Achilles tendon problems since before Christmas for a few months now I've been to lots of different doctors and had lots of different advice This so far is working the best The first time that I tried the acupuncture It can be quite painful But it quickly goes It quickly is not painful anymore And it helps ultimately it's helping 阿贝勒在成都 慢慢实现着自己的中医梦想 为了给成都的中外顾客 提供更优质的治疗 他想到了一种 来自法国的独特疗法 1 2 3 1 2 3 4 能不能 然后我也想到 把那个中医的那些 最核心的那些基础理论 结合跟西方那些方向疗法 就是在中医的范围里面 运用精油 来调理疾病和预防疾病 方向疗法 是法国人最受欢迎的 治疗手段之一 阿贝勒将成都古老的中医文化 和法国的香薰疗法 结合在一起 将中医与精油疗法相结合 让两种古老的医学文化 碰撞出了新的果化 如今 他开始尝试着将中医经典书籍 翻译成法语 让更多的法国朋友 深刻感受中医的魅力 现在我愿意留在成都 成都的中医和中医药的文化 比较丰富的 这样一边工作 一边做证 一边可以继续跟一些 很好的一些老师 继续学习更深刻的了解 中医拯救的一些方面 两千多年来 成都中医药文化 滋养着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 而今 成都正在与多个国家 展开世界性的中医学合作 成都中医药大学 与法国蒙比利埃医学院 创设了欧洲第一个 中医大学教育文凭 在葡萄牙分校 实施中医针灸本科学历教育 与英国 澳大利亚 美国的大学 及台湾地区一手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等学校 开展学历教育 和互换学生等项目 未来将有更多 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到成都领略中医学的魅力